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 重點說一說 習近平的苦衷和希望 旁觀惹青 我原來筆名叫千成炳 那個時候我是覺得 千成品嘛 都在別人的基礎上 咱們就是最後那一層 來評論評論 大陸的故事 和時局 還有 別人沒點到的亮點 就是像一個大牆一樣 別人 這個千窗排孔的一個大牆 別人沒說到的咱們再說 別人說到的咱就不補那個窟窿了 很多窟窿要補嘛 那麼 今天我想 就是 換一個筆名叫 旁觀者青 我以後就以旁觀者青的 這個筆名出現 這樣我覺得比較好 比較好 這個 最近好像 大家眾說紛紛紛 比較亂 這個好像習近平 這個 自相矛盾的故事比較多 最近的亮點和熱點 那麼我就在這個基礎上 今天是 2017年 11月2日 我來評一評我的看法 首先呢 我就是想說這個亂和不亂的問題 今天早上我寫了一下這個提綱 自己要說的話吧 不土不快呀 一土一塊 就是說 有 他其實你說他亂他不亂 我覺得他就是 人要聽他的 他現在的這個這個表象 他就是合十字 他就是人要聽他的 只要聽他的呢 採取什麼辦法 利用什麼 啊 辦法都可以 只要能 甭管什麼 甭管什麼 呃 十九的 呃 在場的不在場的 有的不在場的代表 也當了中央委員啦 呃或者是 呃 開完會 立即呃 這個 九七個常委 去 一大的那個那個 呃 開會的就职啊 去上海啊 還有把那個王岐 呃 王岐山搞出常委呀 還有什麼口頭說 什麼什麼如初啊 呃 就是似乎很多事情 很多故事 很多小現象 都是 顯得他很亂 很自相矛盾 我看其實不亂 他不矛盾 他 萬變不離其中 就 因為他就是把握一點 就是 怎麼能聽我的話 就怎麼來 即便能 呃 用金山胖的辦法 只要能大家聽我的 我說了算 我就這麼決定 嗯 就這麼幹 就這麼來 哪怕 啊 利用文革的老毛的模式 利用共產黨 呃 這個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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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這些黨員都 都聽我的話 不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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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聽我的話呀 呃 呃 要想聽我的新黨 假如說 我建立一個新黨 我建立一個新的國體 我建立一個新的政體 誰聽我的呀 我即便是一巴掌 我即便是權力都在握 也沒人聽聽我的 我必須得 呃呃 利用這個共產黨這個一波 才能有人聽我的 我估計他就在這兒 他就是 完全是為了 你要他相信共產黨啊 他認為共產黨好啊 也不一定 他就是認為 只有用共產黨這個一波 他全全國人民或者是高層才能聽我的 沒有老家伙的才能老家伙們 退而不休的那些人才能聽我的 因為我名下沒有人 而某某黨手下名下有四百人 有六十八年的聚集的 願意被民要灌輸的人 還有那個那個慣性吧 就是統一統一這個統一那個統一意志 因為習近平沒有一個新的黨 也沒有一個新的國 也沒有一個新的政體 他怎麼統一人的思想 他只能是利用他六十八年來 六十四歲了嘛 六十四歲了 他這個六十四年 他習慣的一個東西 這個輕而易舉啊 就可以就可以把人都搞得聽他的話 也就是他六十多年來 他耳濡目染的這些 他不會別的 看不到別的辦法 會讓人人都聽我的 對吃了六十多年 外國人邪惡共產主義運動 迷藥迷魂湯的人來說 旁觀者情這就是人無完人嘛 執著他執著進去了 牛角尖鑽進去了 出不來了 他六十四歲了 他前六十四年 他就受的都是這些教育 他不知道別的 也沒見過別的 所以他就 你把他搞得很偉大 很了不起 他沒那麼多知識 他就是這六十四年的知識 所以他就利用 他六十四年 見到的這些知識 來 統治這個 全國人邻 六十四年的教育 他自己就知道 這麼個景底的天 怎麼辦 眼見為實 怎麼辦 陷進去了 他就相信眼見為實 其他的他不會 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 就是所以呢 我們旁觀者情就給他 給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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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一下 因為他現在裡頭迷中嘛 在那個事兒中 在那個局中 他第一把手有時候容易糊的 旁觀者情嘛 為什麼人家就是古代啊 唐朝啊都要鼓勵陽官的 就是發言啊 禁儉的這些官員 他鼓勵這些人 就是這些人發言多了 才能使這個皇帝 國王啊 第一把 國家的第一把手啊 這個頭腦清醒 所以呢 我是感覺 我們唯一的辦法 就是揭露馬恩列斯毛的真面目 魔鬼撒旦 叫是這個 共產黨的前身都是 色域上糜爛不堪 毀滅傳統文化信仰自由 還有這個毀滅人類道德 毀滅現有國家法治和制度 就是歷史的傳統的那些 正統的國家法治和制度 巴黎公社開始就是一直都是在幹這些嘛 他一直延續下來的就是流氓無產者嘛 無產者然後又流氓 打爛一切國家健全的法律系統 必須解開這五個大魔頭的真面孔 就這上面他這些行為 然後呢 各行各業都換新人新的機制 通過考試 考出考生真正的道德境界 這樣這些說真話 為榮的風氣盛行的社會 自然而然呢 無聲無息的 某某黨就蒸發了 退出歷史舞台了 退出各行各業了 因為他們奉行的就是假惡報 我們的考試呢 是作弊做不出來的 專門就考你們這個考生 一個小時達完 或者是某天某年某月達完 搞那個真文大賽 把你的智慧都考出來 然後遇到某件事情時 你怎麼處理 你作為縣長如何處理 你作為局長你如何處理 你理論必須是兑現 你今天寫的這個考卷 考察主要考察你一年 是否兑現 也給你一個平台去讓你實踐 然後呢再決定 然後再決定下一步如何用你 和再任命你 你看看這個風氣 誰還會說假話 理論上假大空 誰敢 自然就把這個空氣 風氣就摒棄了嘛 自然要對自己說的話 負責風氣 風氣國家 上上下下都盛行這種說真話的風氣了 那麼在宣傳跟上 影視作品跟上 宣傳那個 古代這個這個 才子佳人帝王將相 是怎麼遵從 和不違背 人意理智性和如是道的 不要把現在68年來 影視作品中 推廣的這些 假惡暴 和違背 人意理智性 如是道的 這些 方面 人和事都 在 搬上一幕 就是 要求搬上一幕的 都是真實的 古代 大唐盛世啊 他們是到底是怎麼做的 第二呢 就是 聽話以後 我在 幹我要幹的 青史留名的事情 第三呢 也許 跟妖魔們鬥 必須採取妖魔使用的 牢牢的抓住 人心的辦法 人間的辦法 腰和魔 魔和人妖啊 那些他們的那條辦法 才能拿住他們 是 反正習近平已經知道自己時間不會那麼多 64歲了嗎 哎呀 還四年就70了 那腦子就糊塗了 那康熙也不是70歲 腦子就糊塗了 所以都老犯錯了 70歲以後 但是自己又要青史留名 那麼就要採取妖魔的辦法 拿走妖魔 你用人的辦法跟 沒想 你用人的辦法根本就想不住妖魔 你用人的辦法根本就想不住妖魔 想不住妖魔 你用神的辦法呢 或者半神的辦法呢 那他64年受到的都是無神論的教育 不信神他就用不了神的辦法 神的辦法是走捷徑的 或者是半神的辦法也是走捷徑的 半神的辦法就是修煉了 五 其實他用神的辦法 用半神的辦法 應該很奏效的 就是很簡單 就是天天看大紀元即可 看修煉人的網站 能使他省一半的力 因為那個大紀元網站 那都是世外高人寫的 好多 比如說大 如果他在北京找個修煉人 就更進水樓台 在北京上網 看人民報 不是人民日報啊 看人民報 人民報 漢語拼音啊 點空 或者大紀元 那裡頭的點話 很多文章都可以看到 鏡子和警示文章 省事文章 省事啊 這個這個字打錯了 然後這個尤其是這兩年 大紀元呢 特稿的文章 都是告訴他 大方向怎麼把握 才能走出平靜 走出難關 走出死盆子 走出滾滾紅潮啊 共產紅潮 走出表象 走出進入十字的光明 那些揭露百年 共產紅潮的文章 都是告訴他 要以共產為武 就是齊齊大辱 那個中華兒女 怎麼為那個外國人奮鬥終生 還 還要毀滅自己五千年的優秀文化 值得驕傲的文化 恥辱啊 中華兒女的恥辱 子孫萬代的恥辱 當了這麼多年的漢奸 還在漢奸文化 黨文化裡泡著不出來 六 找一些這個符合明星 順明星的大事做一做 肯定人家就聽你的 找一些順明星的 這就是給他支個招 旁觀者清他 在世中他迷啊 當地者迷 就是你做點得民心的大事 啥事冤枉 你就趕緊給他 那冤枉給抹平呢 馬上你不全全國人民都找你 都都擁護你 肯定人家 聽你的 找一些順明星的大事 全國人民就聽你的 否則用妖魔的辦法去震懾妖魔 終歸不是罪證的辦法 長久不了的 希特勒最近報道呢 希特勒沒自殺逃到阿根廷 楊貴妃也沒有死逃到日本 最近這些新聞的披露 似乎都在告訴和揭示 一個顛撲不破的法則 顛撲不破的真理和法則和哲理 就是說人心是最重要的 你抓住了仁義理智性如是道 那些違背這些理念的人 就自然藏起來了 不敢露面了 活著他也沒用 他也不敢回來 也必須甘願地 退出歷史舞台 像江澤民啊 這個曾慶紅啊 你今天讓老江妖魔幫 無法退出歷史舞台 就是因為你不證 你不敢揭露他活摘器官的惡行 這個惡行一旦揭露出來 所有的大醫院醫生都是證人 受體病患和家屬也都是證人 他就無處捆綁任何人了 你不曝光 你跟他圍武 那麼他就有了肥沃的土壤 繼續折騰 因為你懼怕揭露他這個 唯一的最後活命的稻草嘛 你要給他七寸留著嘛 那麼你就永遠在妖魔之下 永遠無法站在妖魔之上 突破他 估計都是在告訴這些新聞報道啊 最近出來的歷史人物都還活著啊 其實可能都是在告訴習近平 你自己不給江征肥沃土壤 斬妖除魔 揭露器官活摘 推廣人意理智信和如是道 那麼這些前朝的人 政敵要什麼的 即便活著也不敢回來 也要藏起來 自動退出歷史舞台 但是你自己如果不正 他們就總是要禍亂你 鑽你的控制 找你的弱 找你的弱點 軟肋 因為你老給他們留七寸 不去揭露 曝光 只想與他們為伍 總想用妖魔的辦法 不太正的辦法拿住他們 這就是不行 這不符合天意 要習近平以死為賤 別放糊塗 多找閻官 旁觀者清 說出的建議可能更好 八 但是習近平確實沒有那麼偉大 沒有那麼明君的話 就是有明君之心 有偉大之心 但是沒有那個 知識和見解的話 那麼就像唐太宗那樣 鼓勵嚴官 照貓畫虎嘛 有個唐太在那裡 到大紀元網站上去看 翻牆去看那個唐太的正史 那個寫的非常 二十四個英雄人物 那個唐太宗的 那個唐太宗的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治國 青史留名萬國朝拜 那個做 那個寫得非常詳細的 那都是師外高人寫的 所以 那個是大陸看不到的正式 就是大陸影視劇都刪掉了 自己擁有保持了清醒的頭腦 才能是國家有福報 打壓信仰自由者 包庇天理不容的罪行和罪犯 首犯主犯元凶 那麼就只能四代遭到天前了 這是我今天早上寫的 一土為快啊 不土不快啊 然後呢 這個 習近平可以搞這個開卷考試 或者是 爭文考這個競賽 就 糾結在哪裡 現在習近平的這個熱點 和走出險境的亮點 和苦衷糾結在哪裡呢 咱們就考哪方面 糾結在哪裡呢 在 我有了大權 大家還不聽我的怎麼辦 他就糾結在這兒了 嗯 招聘招閒那是 讓年輕人和考試前三名的人 都去大膽的幹 考試題之一 如果我是習近平 我如何處理 才能把國家搞上去 習近平還強調 比如題目的內容提示一下大家 習近平強調百分之百的是 共產黨委光正 他認為黨自我進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對此王岐山不只是 一次的對訪客 和各方面的人士說 中共自我監督自我進化的做法 相當於一個人給自己開刀動手術 屬於世界性難題 目前有兩種意見 我忍者見人 智者見智 一小時寫出你執政綱領 就是你這個標題啊 給這個考試者你就寫出來 各位考試者 你們忍者見人 智者見智 一小時寫出你的執政綱領 和處理辦法 就對上述這個意見 兩種不同的意見 先從一個線做起 考試第二 如果我是 考題啊 如果我是習近平 我如何把這個線抓上去 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多少多少 命題中把這個線的問題提出來 該線的如下方面 你怎麼搞上去 教育 教育 宣傳 影視 口糧 商貿 農產品 畜牧業 商貨 林牧業 農業 等等方面 搞上去 搞上去的方案 和執政綱領是什麽 第三個考題 命題 如果 就是給大家寫出來的啊 給全國人民寫出來 讓大家去參加考試 如果我是習近平 某某某部 就是各大部委的那個部啊 我怎麼搞上去 比如說 如果我是習近平宣傳部 我怎麼搞上去 教育部我怎麼搞上去 然後提示一下 只許選一個部 寫出你的執政大綱和規劃 並且一年內兌現 去實踐 行就寫 能做到就寫 不說假大空的話 也就是你實在實的打算如何做 你先文字敘述一遍 大概步驟 說真話不要來虛的 要內行規劃和步驟 要專家評判你的真文 或者你的試卷 此人能否讓他試驗兌現和實踐一年 這個也讓專家來評判 最後讓習近平找這個 知心的人去評判 那個給他們寫的這個任選一個部 然後去寫這些 怎麼怎麼哪幾個部呢 教育部文化部商業部外貿部 外交部 網絡 網絡部 互聯網 司法部 宣傳部 國防部 輕工業部 重工業部 機械工業部 電子工業部 航空航天工業部 野精工業部 軍事工業部 廣播電視部 影視部 公安部 農業部 林業部 科技部 科技部 專門的網站 或者醫美信箱 然後大家可以自由投稿 投稿信箱公開 任何人都可以投稿參賽 全國各地評判人員也陣容龐大 分線分市分省去評分 評判 這樣就不至於累累的一個人審寡 這樣評判結果快些 可以評判出 呃 評判完畢 立即打分 出色的稿子 發表出來 在 廣播電視中 播給大家 讓大家看 也在網絡上 傳 每年一次 這種真文競善 這跟考 高考不一樣 這是考第一線的實幹家 真正的幹部 你看著 這樣搞以後 國家搞不搞得上去 國家這麼大 通過每年的朝贤那四 還能引出 推廣學習風 文化風 說真話 實話的風氣 所有說假話的 空話的都淘汰 當年不錄用 夏年再考 說假話空話的 讓他自己慚愧 通過這個 過程 形成 摒棄假大空的風氣 你看 誰 還 敢 下次 明年 在考試時 說假大空的話 這是 國家公務員的考試 國家幹部的考試 而 市長 縣長 部長 的考試 副部長 都是 副縣長 副市長 也是這樣的考試 都這樣考 國家動糧的考試 各地區的第一名 要三次由習近平本人面試 這樣立即用到各大不委去 全是新鮮力量 不怕不出現 後貢後毛 時期的繁榮景象 這樣自然而然 某某黨就蒸發了 我們各行各業考試 就看真材實學 根本無法駐弊 出的題目都是開卷考試 答不出來的東西 都得是真材實學才能答得出來的東西 有時間你必須寫出你的當省 四縣以上幹部的執政主張 而且還有考察一年 見成效 三年當地人 確實國民生產整職 占全國高位了 那才算合格 每個人都可以來考試 考縣長 考市長 考省長 副級也可以 副省長 副縣長 副市長 都可以 副部長 考部長也是這樣 多大年齡的人都可以 當然人人都應該先縣長考起 然後三年一生 市長 三年一生 市長 沒時間咱們就一年一生 一年一考察 咱們就說他這個考價好多 不行也不怕 不用說假話 下去的機制 也自然 就是讓老百姓打分 讓國民生產種子 佔全國的多少來打分 讓微服私訪 微服私訪的調查組來打分 哪個官員也不敢違背 人意裏自信 和如是道 而幹 不符合 道德的事了 人人有新法約束 好 這就是我今天早上想到的 一共八條和我的三個 旁觀舍清的這個考試題的建議 好 好謝謝大家 大陸15億人看到了 就轉告習近平 習近平的智囊團 看到了也可以 好謝謝大家 咱們就言簡易改 因為沒有時間 也不想打街吧 所以我記得今天早上 一切哈城寫出來這麼多 好謝謝大家再見 再見